你 姨姨别动 滚 于九月你又要干什么 姐姐姐姐 于九月那我又做错了什么你有什么时间救我来 念苏世上的朵朵是南疆独有苏家巫骨之长乃是巫医出身 除了你们还有谁苏家使用巫骨之术害人按照律法当诸九族 我我我承认我都承认于九月你快放了他们我阿姨可才无死 我岁如月也才高满十六你们又如何下得了手要是本王知道的再晚些只怕如月也会写些丧命 燕燕不要求他 我苏家世代重粮万心无愧 万心无愧还真以为本王不知道你们接受此婚让苏燕嫁给本王就是要监视本王 这些我都可以接受 你害死了如月就由你们全家来陪葬 不 爹 不要 要不去怪你对不起他们都因你而此 不 不 不 爹 我 全部叶考 是 早知今日 何必到处 你若早些周公 他们也不会受罪 报王爷 白姑娘身上的病又犯了 什么 马上回府 让他在这里看够一个时辰 别让他中途自尽 我要他活着 是 严肃 王爷 感觉怎么样 王爷 严肃好疼 王爷 药来了 来 趁热把药喝了 怎么样 感觉好点了吗 还疼吗 严肃没事 王爷 你还是赶紧走吧 别让王妃姐姐生气 本王已经把她打出地牢 她是个罪人 你提一个罪人做什么 虽说姐姐 有很多不对的地方 但她与王爷您 毕竟是圣上遇刺婚 若是哪天受伤怪罪了 我 担心王爷您 本王父害了如月 还要害你 本王自不允许 当年在甸礼 若不是念苏出手行就 本王定护不到今天 皇上落后 一定会护你一身主权 王爷 本王已经废了苏耶 那王妃之位 所以凉晨即日 并正道光明地 立你为王妃 对见当初的承诺 既然如此 那好吧 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为你找到解读之法 那王爷 可不可以不走 多陪念苏一会儿 好吗 好吧 姐姐 这几日 你就住在这样的地方 你这娇贵的身子 怎么受得了呢 原来干什么 我是来告诉你 苏家人都被扔去了乱葬岗 死无葬身之地 什么 哎呀 姐姐 当初可是你哭着喊着 要嫁给王爷 你爹 你爹 在舔着张老脸去球兽上赐婚 他如果知道 因为你满门死绝 会不会当时就把你逐出家门呢 啊 是你把百念苏 是你杀了月如鱼 是你杀了月如鱼 福都教会 是我又如何 王爷现在信你了 我现在 可是她的救命恩人 哈哈哈 哎呀 还得多亏 姐姐 多亏姐姐这玉佩 我才能有精品 这玉佩是我呢 还给我 你是个冒牌 你冒充我 要怪就怪你自己 当初把这个玉佩落下 不然 我也不会捡到不是呢 不过不得不说呀 你们苏家这秘制谷 的确厉害 发作起来 浑身 今日王爷来看你 都要心疼死 参见王爷 姐姐 你现在是不是很想杀了我呀 来 今天我给你这个钱 变速变速 叫玉佩快 我没事 我今天来 就是想来看看姐姐 苏燕 不是我 是她自己 你这双手 这会吓唬害人 你要来何用 不是废呢 坐 坐 阿爹 这是什么 这是不思谷 能让人起死回生 相当于你有两条命 这不思谷啊 不但能保你的命 还能种给别人 救活别人的命 那我身上的也能给别人啊 那肯定了 但这不是谷 一人一生只能用一次 下了用过以后 会有反事 三个月内不能开口 所以你给下了以后 一定要考虑清楚 若是你能遇上 你愿意给出不思谷的人 那人一定是我们奄奄 愿意相守一生的人了 哈哈哈哈 啊 三王爷 三王爷 你怎么了 死了 听说三王爷奉旨前来南疆平凡 是我朝的大英雄 这么死了 太可惜了 我这是怎么了 恩人 是你救了我 对吗 恩人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是不能说话吗 你要是不能说话的话 你拧拧我的手 好柔软的手 想必 恩人是个姑娘家 虽然姑娘不能言 可否告诉玉某 姑娘性命 我这样总叫姑娘 也不好 苏姑娘 苏姑娘 稳儿 不 不 优优独不 孙姑娘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但我完全恢复后 孔苗 并和我一起回王府吧 小板上 我会好好待你 护你一世周全 这枚玉佩 是我自想背带 就当做是我们的一个行物吧 天使给你把脉 听说你回孕 动手 是 你要干什么 你又要干什么 乖乖地喝了这药 是不会有感觉的 最多就是痛心 小月 这是你的孩子 这是你的孩子 天使说了 你自小接触毒骨 虫 体内五毒俱全 就算生下来 也是个毒胎 降生于是 有害无忧 更何况这个孩子 是我被迫服药 和你原方才有的 又算生下来 陛下也不会忍 月九月 你连自己的轻身骨肉 都能瞎死毒手 你简直丧情天良 切不住 你自负为难 这个孩子 是不是鬼活的 还不一定 你说的还是忍活 天使 给我滚 是 不要 不要 ään 治 math 糊 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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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了吗 王爷马上又要大婚了 您是白姑娘吗 是啊 要不是前王妃 白姑娘早就跟我爷成亲了 也算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了 姐姐 这几日 你身子可有好些 白姑娘 不用在这里假惺惺 我好与不合 许你何干 别说 本王就说 何必邀请这样晦气的人 来参加我们的婚姻 王爷快别这么说姐姐 姐姐她也不是有患心的 她只是 一时被蒙蔽了心志 姐姐 这是我特地为你熬制的汤药 可以缓解你的伤口疼痛 来 快喝了吧 这是什么 好姐姐 这可是我用你父母的血泡出来的 你可别辜负了我的一番心意 白念苏 你 你 与苏 白念苏 你是个蛇仙心肠的贱人 你就不怕遭到暴力吗 姐姐 我 我只是想要治好你的伤 过了 像她这样的人 何必浪费准生 这汤药 给她这样的罪人 真是糟蹋 她不配 玉九爷 你杀了我 你杀了我 想死啊 你弟弟还活着 本王没有杀她 放了她一条生路 她现在在我手里啊 你要是不想她出事啊 就给我好好活着 本王和念苏大亨将至 也不想弄得王府泣血过重 你说两句吉祥话让我听听 我可以免你三日刑罚 薛九爷 你当真想听 好 那我就祝你们这对狗男女 不得好死 有多地狱 千道万挂 不得成生 来人 把她从牢里给我带出去 好生养着 本王在大婚那时 我要她全场出席 对了 在你想自我了结的时候 想想你弟弟 走 玉九云 有一天 你会不会因为 你做的事情后悔 来来来各位 那不是前王妃吗 倒真是个美人啊 没什么 此人蛇蟹行传 用屋害死王爷的妹妹 如月俊祖 害得苏家被灭门 真不知道 王爷怎么请他来到 你想死 真没想到啊 苏太医用古术救人 他却用古术害人 苏家一家有这样的女儿 真是倒着血眉了 来喝吧喝吧喝吧 王妃 那就喝到家 喝一杯吧 好 来 坐坐 苏鸢 今天乃本王大喜之 你丧志副联 是来哭丧的吗 有所听闻 苏家长女精通英律 可惜记录王府以来 我却从未听过 今天是本王大喜之 那就给众人来一首 祝祝兴吧 好啊 我也想听听 我等还没听过前王妃吹的曲子呢 那就来一首祝祝兴呗 我也不是 是来一首来一首 哎好 王爷 确定要听 哼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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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来啊 你为什么会这首曲的 你在哪里学到的 你为什么会这首曲的 说 原来 王爷还记得这首曲子 什么意思 说清楚 哎呀 王爷 内宿 王爷 我 很叹医 今晚招待您招 各位随意 敬兴几何 要不 你来 哎 前王妃这么着急走啊 去哪里啊 要不在下送你一程 装什么呢 还当自己是王妃呢 你看看你 现在跟这些敦机有什么区别 这样 今晚好好伺候小爷我一晚 你要我就跟王爷 把你带出去 别拿你的等手碰 装什么这几率 可求把他给我安住 我就不信了 放开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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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肃 严肃 王爷 累疼吗 那就好 王爷是不是还在想 今日姐姐出来那首军心 这首曲子 也是我当年自己所冲 入府之后 闲来无事 曾追过 想必是姐姐听到过 便偷偷学去了吧 原来如此 没想到她心思还挺多 王爷 不好了 大殿那些公子 在调戏前王妃 这怎么能行呢 接下来心高气傲了 怎么能说得了这般区语 王爷 你快去救救她吧 就是吗 只怕是又在做药媚菜 一起下去吧 是的 今日魂爷 你也累了 早些休息 那 王爷 今晚 我还有公务要处理 过水书房 我 苏妍 苏妍 王爷 王爷 您回来了 不介意把这废王妃 给我们几个玩玩吧 你们还真下得去手啊 就她这副破烂身子 你们还真不挑啊 王爷 您应该不会是 对这前王妃 还余情未了啊 我对她从来就没有过情 何来余情 那 这里是镇南王府 这里不是青楼 你们要想玩滚出去玩 王爷 您这也太 滚 走 没死就起来 一关不整 想在这儿勾引谁 你就这么不想看见本王 叙九月 要吗 你现在就杀了我 要吗你就走 我现在看见你这张脸 我就恶心 你今天吹的那手军心 到底怀的什么心思 到本王不知道了 到底谁更恶心 是 是我恶心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怎么了 你今天耍的这些伎俩 不就是你想要的目的吗 把她收拾干净 送回东远 玉九月 你要我做的我都做 放过我弟弟 你没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 王爷 不好了 王妃的病情突然恶化了 快不行了 什么 联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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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 王妃的病为什么突然恶化 昨日不还好的吗 没有 我没事 回王爷 这苏家的孤独 实在是太过阴毒狠力了 已经蔓延到 白姑娘的心脉 她现在最多 只能活七日了 王爷 看来 看来念苏 没有办法再继续陪着你 说什么傻话 有我在 就不会让你出事 天使啊 这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吗 这 罚子 还是有的 只是 说 听到自小修行的功法中 有一项诫命之法 可借活人之命 来给王妃续命 王妃现在的身体 唯有诫命 才能活下去 诫命 王爷 不可 念苏不过一见民女 万万不可让无辜之人 因此牺牲性命 那就借苏妍的命 她在那里 这怎么行 本就是她害的你 她问你去 那是应当的 我一句 你好休息 这件事情听我的便是 那好吧 虽说你我是圣上慈患 但若你能安安分分过日子 也许我也不介意与你相守一生 好 苏妍 听下 苏妍 苏妍 告诉我 你手上的伤疤是哪里的 多年前 在府上烫伤 真的 我记得清清楚楚 看来你恢复得不错了 那既然这样 我用你的命 给念苏续一续 见命 我知道你们苏家有不死骨 每个人都有两条命 念苏是你的害的 我用你的命去依念苏 你 没有 什么 但在那之前 你得放了一眼 我没有资格 苏宿主死 不死骨会自动出发 到时候 可就没有命借给你的王妃 你威胁给我 是一如 好 不忘帝 谢王爷成全 不忘帝 不忘帝 徐秋元 我终于 再也不用看见 什么意思 小元 你有不死骨 不用再等我面前装可怜 死骨 凶手 徐秋元 我早就已经 没有不死 你说什么 不死骨了 思念 说话 你身上的不死骨呢 王爷要不猜猜 我把不死骨 吓在哪了 什么时候把我下给了别人 苏云 当年是你 要你父亲 求这种回事 怎么 后悔家的 我后悔 我出不该救 我不敢 爱上 你说什么 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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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发现不是我黄兄 失望了 苏云 君主 苏家大小姐 我知道你 就是那个 哭着喊着 要嫁给我黄兄的人吧 君主说笑了 哼 陛下是看在你们苏家族上的功劳 才遇了这桩婚事 可我告诉你 我黄兄 早就喜欢那女子了 你不用等了 她今晚不会来的 如玉 你在这里做什么 没什么 我不能跟黄嫂 说出话吗 可以 苏云 我是做了圣上的旨意 才娶了你 既然已经成为了王妃 有件事情 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什么事 燕苏 进来吧 她是白燕苏 是我的救援人 以后便会和我同吃同住 希望你好好带着 就像对待自己情人一样 姐姐 妹妹借你的茶 这个玉佩 你是从哪来的 姐姐 你在说什么 苏妍 这是在干什么 喂 你干什么 嫁起来还没有一天 就真当自己是王府的女主人了 姐姐 我是不会跟你抢王爷的 姐姐不用这么对我 我真的没有恶意 苏妍 我知道你平日里性子张扬 但是这里是王府 永不得你放肆 更何况他还是我的救援人 苏家人就是这样的救援人 许主人 今天是我们的大婚职业 所以 所以他得滚出去 所以你 没事的 没事的 王爷 你 我们就不该在一起 我还是会摆在好 一苏姐 走 走 如月郡主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还装上 如月是怎么死的 你真的会王府知道 穿成 怎么会 你还知道 穿成 苏家密质 在王府里 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人会有 我没有 我不是都会发现得到 你修养会葬命的 于九月 我说了我没有 如月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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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让你在房中修养 你身体虚弱 你不该来 我 我只是来看如月妹妹最后一面的 虽说我入府时间不久 但早已是她为自己的亲生妹妹 王妃 入府以来 我一直安分守起 甚至极少初见在你的面前 你为何要这样对我 这芸佩 王妃若是喜欢拿去便是了 我不要还不可以吗 走就你放过我吧 给你一个信 此剧乃是本王送你的信物 绝不能给别人 更何况 好不配 月九月 这本来就是我的 是你给我的 你胡言乱语什么 这是我给念苏的东西 老板 胡言乱语什么 你 不要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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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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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家鼓手抄拳 但凡施果之人 身上是会有施果印记 你可敢让我看看 没有冤枉 你怎么知道 他就是穿上火的印记 不能是什么 看你来想出什么利用 来拼我 交出拳头骨寂寞 本王念在 夫妻勤奋 容易确实 穿肠 乃是仙俊 先不客气 人 押入地牢 上 好 睡了一个月了 梦魇结束了 燕燕 该醒了 公子当心 你为了救他 损耗大量寿源 身子 比以前更虚弱了 本想用他体内的骨 为您治病 现在却连连您 早知如此 属下那晚 就不该把他 从镇南王府带出来 我就打着自愿了 跟任何一个名义 燕燕从小 身子骨就弱 所以师父在他体内 种入了布丝骨和女娃骨 这布丝骨保命 女娃骨健体 可如今他已经没有了布丝骨 还神负重生 那天娶娶女娃骨的话 她会死的 属下是公子的人 自然为主子着想 其他人与我无关 但她是你主子最在乎的人 公子 好了 我心中自然有数 这玉九渊 最近还在找她吗 都找了一个月了 都快把整个京城翻遍了 我果然没有猜错 这燕燕嫁入王府后 过得果然不好 久不远 燕燕的尸体 还没有消息吗 废 连居尸体都看不到 本王要你何用 平道也没想到 那人武功高强 平道根本不是对手啊 继续给我找 就算绝地三十 你要把人给我找出来 还不快去 是 王爷 当年在南疆刺杀你的真凶 已经发布 现阵在地点后审 说 是谁爱你们杀不得 谁是王爷 要不少要挂 洗净尊兵 在灵死之前 你刚好挺直 你是如何活下去的 进行醉了剧毒 甚至我数捷 之前 你是探了你的气息 你分明已经断了钱 为什么 为什么 有愿 告诉我你到底怎么活的 你可知道 就是因为你没死 我在夜内 迷失一落千丈 即使 我的公主更是疯狂的 将杀于我呀 告诉我 你到底怎么活着 你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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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怎么活着 你是人是鬼 你告诉我 要不参赞 我把不死骨 现在在哪 小燕 你的不死骨 到底下在哪里 王爷 白姑娘今年的谷毒 又发作了 正叫您的名字 知道了 我把你过去 是 叶苏 怎么又发作了 我也不清楚 如果 没有直才那么痛 也许 是天使队要起笑了 那 王爷今晚 本王今晚还是水书房 可是王爷 我们都已经成婚一个多月了 你从未在我房间留宿过 难不成 念苏 真的惹您这样讨厌吗 念苏 我说过 最近事务烦吗 你手上的伤疤吗 什么伤疤 就是上次我受伤你给我熬药 你被烫伤那次 是啊 不过后来 我去药房 抓了些草药敷着 再加上后天保养 伤疤自然就好了 怎么了吗 王爷 没什么 既然没事 那我先走 王爷 我彻查到你南疆殿里的真相 所有谢谢 都要知道 是 我 你终于醒了 阿丽 我还活着 就差一点 即便连舞的军队 这军队是发生的事 你怎么搞成这副遍体迷上 你不说 你怕 可是你先听我 这次又生气醒来 你应该好好休息 我走后过来了 还有宇宙渊 最近在整个时辰 你给救了医生 你给救了医生 一直在这里 阿丽 一二呢 把你带住我父 学你一直盯着这帮我父 你没有见到一二出来 宇宙渊 她又骗我 夜的事 这么会 与你姐她还觉得太重 回去 连夜 你废了打满条路 在做老夫 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还死去 罪孽深重 死不苏心 可爹娘还在天上看着 天不敢等着 皇天在上 我发誓要让玉酒缘和白念所 付出英勇的感觉 臣女参见陛下 你苏家的事情 朕都已知晓了 自杀朝廷命官 私非王妃 这老三倒是越发的出息了 臣女一家无辜 求陛下明鉴 臣女又低苏业 臣在于酒缘手中 臣女原为陛下所用 只求陛下 祝我救出阿易 救你又低 不难 朕可以再送你进入镇南王府 只是 朕 让你做一件事 陛下请 南王玉酒缘 拥兵自重 心怀破碎 理会成为我逃大患 朕要你 拿到镇南军兵服 机会 勾杀玉酒缘 三日后 是你恢复的最佳时机 玉酒缘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要和你见面了 不对 再来 不对 再来 你说 这首曲子 是苏严偷学你的 但为何你和他吹的这首军行 却不及他万一 王爷 我出身贫苦 也未曾选过音律 天赋自然不如姐姐 若是王爷嫌弃 那 那念素以后不吹便是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了 你再好好吹一次吧 嗯 不对 这一道年 在客栈他为我吹的 完全不一样 盐盐 三年前 是你吗 什么三年前 王爷 你喝多了 王爷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 你说的对 我喝多了 喝多了 这不是有念素师父您了 时辰不早了 你早些回去休息 可是 来人 送王妃回去休息 是 见过镇南王 盛长有止 金镇身体不适 遵从医嘱 无意出席 顾明日春日夜 交由三皇子镇南王 委托主持 签词 毕王爷王妃 五折以后场 开始吧 是 这种真好看 真好看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胆保护王爷 你叫什么名字 是你的岳房 小女子名叫吴婷 来自苏州的江岳堡 吴婷 好一个吴婷 你是江南女子 是 有意思 你本王要 从今日起 以便留在京城 王爷 这是打算买下完吗 是 王爷 我很贵的 有多贵 五万两 我给你十万钱 那 吴婷就谢过王爷 赎身指 哎 王妃不是嫁给了王爷了吗 怎么还住在以前的偏殿啊 没有搬进原来王妃的住所吗 没有啊 是啊 你不说我都没有注意到 怎么有正宫王妃住偏殿呢 我听说 好像是王爷对以前的王妃念念不忘 不许任何人动她的东西 啊 那这新王妃 那这新王妃得多憋屈 多尴尬啊 对啊 看来你们是白天闲得没事做 王妃 敢在这里叫主子蛇根子 把他们给我拖下去 拔掉他们的舌头 看他们还敢不敢乱说 是 王妃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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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 好 禀告王妃 王爷回府了 帮我折礼一下 快快快 这儿 王爷驾到 王妃 王爷 他 这是吴晴 从今往后 吴晴会住在我 见过王妃 日后 吴晴便会在王府与你同住 你们要好好相处 王爷 你我新婚不过一个月 就带风尘女子回家 你可曾想过我的感受 王妃 吴晴自知身份低微 不敢肖想王爷 只求一出容身之所 苏燕 你以为你改了名字 我就认不出 你在装什么 苏燕是谁 吴晴不明白 她不是苏燕 王爷 够了 堂堂王妃竟然学人争风吃醋 成何习讨 此事本王已经决定 横阳 带吴晴姑娘回我房休息 是 姑娘 这边请 本王还有钥匙 自便吧 王爷 王爷 如何 有安慰来报 苏州江月楼 的确有一名叫吴晴的月记 一个月前来到了京城 而且属下以为 吴晴与乾王妃 虽面容相似 但观其言行举止 却断然不是同一个人 是啊 我亲眼看见天使的剑 刺进她的胸膛 抱着她的时候 明显能感觉到 她的身体在慢慢僵硬 扩欠 她身上也没有不死骨 怎么可能会是她呢 当年的事情查得如何 属下已经派人去查了 当年白姑娘救你的地方 但 由于时间久远 恐怕 得需要些时日 哦 苏姑娘 这一步行 他们马上就要追来了 他们的目标是我 苏姑娘 这是我的预备 二十多 我去引开他们 到时候 我会找人来见你 你一定要等我 站住 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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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站住 你看这个 是这个办 原来你是药铺里的姑娘 难怪 医术如此高严 可以啊白念苏 认识这么好看你个公子 原来你不信苏啊 只是名字有苏子 本王来进行诺言了 跟我恢复吧 王爷呢 王妃王爷他 说 王爷今晚不过来的 在统院睡 还找了无情婚女事情 滚 苏妍 真是死的都烟魂不散 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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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情姑娘 也喜欢蝴蝶花 不喜欢 只是惊讶于王爷 为什么会养这花 蝴蝶花好失喜热 在京城想要养 何得费一番功 有多难 须每日卯食一刻 取陈露教官 少一日都不行 无情姑娘 不是不喜欢花吗 怎么对花 这么了解 这花在南疆很常见 人人都知道 倒是王爷 这蝴蝶花在南疆 是男女之间用来表白的花 王爷在思念谁呢 是白王妃 还是仙王 听闻这两位王妃 都来自于南疆 但前王妃 却在一个月前病逝 住口 你不配提她 是无情誓言 是 先前 我被御酒院 关在地牢之时 并未见到叶儿 我与百念苏 住的冬院 也找不着 难道叶儿 就在御酒院的院中 阿灵 阿灵 是他 忘了我跟你说什么了吗 你心脉受损 应该好好调养 我给你送到来了 对了 还有 你让我找到那个人 你找到了 他的确在这里 当年百念苏 前脚再赃我 在达河玉如月的汤里下骨 后脚 那有厨子就不见了 要是他们之间没有关系 鬼都不行 谢谢你阿灵 苏烟 无情 这一次 看你怎么死 你这是要把自己搭进去啊 我带你走 叶儿的事情我来帮你 我们 阿灵 我发过誓 那天在牢里所受的苦 定要拜 被偿还给御酒院 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公子 你怎么回事 自我醒来之后 你的身体 比晚日还要虚弱 还不是因为你 没事 老毛病了 爷爷 你先回去吧 不然的话 御酒院就起义了 可是 爷爷 总是站在你这边了 快回去吧 啊 公子 公子 若再不取骨 您的身体 没事 我的身体自己又说 回宫 滚 半夜三更 无情姑娘这是私会男子 回来了 王妃 这是在说我吗 装什么 王爷 我刚才看到无情姑娘 与一男子举止亲你 在后面那人好像还给了他一封书信 我怀疑无情不仅私会男子 还泄露王府消息 根本就是个戏组 解释 王爷 无情没有 无情只是因为刚才王爷训斥 他后缘散心 何时与人私痛 王妃 无情早已说过 不会跟你抢王爷的 你为何如此诬蔑我 还敢狡辩 王爷 那男子给他东西应该还在他身上 是真是假 一搜便知 王爷 我没有 搜 我可以搜身 可王妃 若是搜不到呢 绝不可能 若是搜不到 我亲自给你下跪道歉 那王妃可要看好了 这是什么 我亲自幼患有心急 这是缓解的药 王妃 王妃若是不幸 一眼便知 继续搜 是 王妃 王妃 没有了 什么 这怎么可能 王妃 还有什么可说 你猜哪里了 我明明看他 够了 道歉 王爷 道歉 王妃 抱歉 无情姑娘 刚才 是我眼花了 这次便算了 王妃 下次可要看此信了 瑞兔天亮 明日再起 王爷 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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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 出去帮我 多谢王爷好 可我想自己 你可是十万子 王爷不相信 你必须 那王爷 就跟着 草草草草草 草草草草 喲三王爷 您今儿怎么 前王妃 三王爷他不是他不是夫人 他是我心美的月季 这位公子 我和你口中的前王妃 长得很像吗 岂止是像啊 他说你是前王妃我都信 我说呢 怎么府里的人看我的眼神都不对 原来如此 这前王妃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是不知道这前王妃对三王爷多神情啊 当时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他喜欢三王爷 只不过嘛 他嫁进王府后下场却不太好啊 你的话太多没事就滚 别啊 我想你 这前王妃真是个傻子 何出此 把自己强塞在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身边 受尽委屈 把自己搞得遍体零伤 你说这不是傻子 是什么 怎么能说咱王爷不喜欢呢 他要是不喜欢前王妃 你 我来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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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受尽 我就是个怨气嘛 原来 这就是王爷花重金买相 除了这张脸 你覺得你哪裡還值十萬幾 網頁說的是 哎 看一看看一看 走過路過 現在說過呀 看一看啊姑娘 我先吃點什麼給他酒吧 嗯 啊啊 謝公子小姐可以上前 謝公子小姐可以上前 啊 我喂不是我的錯我什麼也沒幹 不是我 讓他們幫你打入地牢的 不是我 不是我 你是府上的廚子 他怎麼也喊我王妃 難不成 他和前王妃認識 班小姐 你可別找我了 你 你 你放 放我吧 我那晚上什麼也沒看見 什麼也沒看見 嗯 嗯 哎 雁蘇姐 你怎麼在這 如月 我 我是在給姐姐做點好吃的 我看她禁足兩天了 肯定很埋怨我 想要道歉 道什麼歉呀 本來就不是你的錯 不過 我剛才看你往裡面放的東西 是什麼呀 嗯 就是一些 一 一氣補血的藥材 真的嗎 嗯 那個 要不你也來一碗 你真的能喝嗎 當然了 就是一 一些些 一些些藥材好呀 那美容養顏 給他 給他 雁蘇姐 這湯真好喝 我身體好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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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為什麼 我失敌 如月君子 你可别怪了 要怪就怪你自己 偏偏这个时候 还坏了我的技术 没办法 只能送你一起走 原来 原来 原来你想 是你 白姑娘又是谁 黄叶 这个人好像精神不太正常 一直将我错认成他人 赵武 你为何变成现在这个人 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给本王说清楚 王爷饶命啊 王爷饶命啊 来人 把他暂且关入柴房 等他醒了好好的 给本王问清楚 来人 王爷 什么 胡秦海以为 这王府 必大街上安全 没想到 也不过如此 昨晚谁来过柴房 是谁直言 我爹 到底谁这么着急杀人灭口 是 王爷 这是找到杀人凶手了 还有时间来我这 你昨天 你昨天故意带我去东京 故意给照我赏钱 黄叶在说什么 无情不明白 你故意装傻 本王倒是想看看 你能赚到什么时候 来人 王爷 这是何意啊 去换手 换好便来正殿 我看你 王爷平日里 都喜欢这样直勾勾地盯着人家看啊 你是来找我报仇的对吗 王爷又把我认成前王妃 你既不是奄奄 又为何夺王 王爷 也着急吗 你不是奄奄 你是苏妍对不对 我不是王爷口中那位女子 我从小在苏州长大 并且只有一个名字 无情 我不信 怎么可能 王爷 虽然小女不知道你口中那位苏妍是何等名字 但我敢肯定 她的我定不如我 你不是她 我可能像你这样下践 许久远 说不是你 我既会变成现在这样 我能不能够认判 我还肯定下践 你 不愿意 我不是你 我孟爷 你 我去 你 你 我去 你 我去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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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可是王府 你要是再不走 我就寒人把你赶出去 我不走 我要阿姐 果然这个王府的人都爱认错人 我不是你阿姐 赶紧走 犯人 对不起 阿姐现在还不能认 不过看到你没事 阿姐就放心了 这么狠 青姑娘似乎不喜欢小孩子 把苏叶推开了 难道 她真的不是奄奄 还有 王爷 白姑娘的疼痛症又犯了 需要您去救治 我没空去 若实在难受 便去找天师处理 可是 有话直说 王爷 有职业小厮说 赵五死的那个晚上 看见天师在柴房附近 问她 硕士在关心 说什么 还有 您让我查三年前 癫瘾之事 有一些进展 据白姑娘当时所在的药铺老板说 白姑娘 就是药铺里面采用的伙计 也懂一些医术 但并不进展 就是说 还没有能经证到 让人起死回生 是吗 属下不敢王家揣测 但同一时间 正巧王妃回南江谈清 她的事 就在南江 王爷 这是苏州旧旨 搜到的古术相关的书籍 还有 虽然现在不能确定 当初救您的人是否是王妃 但属下查到 在您与恩人分开那日 白念苏 正好在林中采药 据药铺老板说 白念苏 回来的时候 手里就拿了一块鱼配 我 说是 在森林里捡到的 所以可以肯定 那颗鱼配 绝非是白念苏 您让我密查白念苏 属下 在他的房中 我把我扯下的秘方 原来 救我的 真的是爷爷 我死国 苏家秘国 一生之一骨 非嫡系不传 可自留保命 也可生死人 入白骨 若自用 便可死而复生 若救治他人 十股人三云内 不能云 否则 会遭受凡事暴体而亡 是不能说话吗 你要是不能说话的话 明明对我的手 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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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怎么了 又发走了吗 这穿肠谷 确实是厉害 你试一下 这穿肠谷 又加重了 那是怎么办 我会有取 又懂得心间性 熬制汤药 才能养备 好 那就去苏叶的血 此时跟你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停下来 王爷 真要用那小娃娃的血 废话 王府养了他这么久 取他的心间血 又何不可 王爷 怎么 那孩子还想 取他的心间血 会不会太坚 只是个余孽罪人吧 不必行得 离师 在 去按照我说的办 今儿就去 是 月 月 离师已经开始了 王爷搜过 不足任何人打扰 放我过去 玉九月 你 叶 叶 叶 你怎么样 你要没有事 叶 叶 叶叶 玉九月 叶叶 你回来了 许玉九月 你踏意过我们不同意儿 你为何言而不信 爷爷 爷爷 我错了 我错了爷爷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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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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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退下 可是王爷 我让你退下 爷爷 这可是不死口流退 我 对不起 你 许久远 这是你亲 是 即便你忘了我的心 我也可以 你 在 你 你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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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和我以前 我想终于对我这回事 死我对手间 你都是什么人呀 你对我和我家人做的事 其实三年亲切就能抵消 你呀 我错了 我对不起 这个预备 这预备就是你的东西 我亲自的套路 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许久远 当初你把这枚预备 给白面酥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 我们之间 再也没有可能了 我 我 你没事吧 给我拦住他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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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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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该喝药了 这汤药的作用越来越弱了 朕终究是老了 陛下说到哪儿的话 陛下您可是天子 可是要与天同受的 不过啊 很快 您就不需要喝这个药了 奴才已经仔细查过 当时三王爷并委屈苏家小孩的心 所以苏家小孩体内的不思骨还在 真的 真的 只要陛下您把他的不思骨抢取出来 便不用担心您这病啊 好 苏音和那娃娃什么时候回宫啊 白神医 白神医已经拾您的手令去接了 应该快了 嗯 燕燕 阿里 这是我给你调的安神烫 快喝了 休息吧 阿里 我眼皮一直在跳 我有点担心燕儿 我想去看看她 燕儿 不是被他们接去太医院了吗 是 你公公是这么说的 但是 我还是很担心她 我能不能去看看她 好 那你先把汤喝了 我去看看 好 小子 能给皇上续命 可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我们编分两路 你带叶儿走 我和燕燕已开追兵 去给志南王府传个消息 明白 燕儿就拜托你了 你在哪儿 给我追 快走 你在哪儿给我追 走 燕燕 燕燕 你这个狗皇帝 原来早就给燕燕下毒了 王爷我错了 王爷你放过我吧 我错了 放过你 你喊燕燕的时候 你有信不放过她吗 是我错了 我这么做都是因为我爱你 从你接我入乎 你从未遮掩看过我 甚至 甚至还娶了别人当王妃 没错 真是天明 真是 来人 你带上来 万毒坑准备回来 是 属下亲自顶着开则 命令你放了一百零八岁 你们这么小的小孩 让你们感受一下万毒实心的滋味 王爷 你就是好多频道这场戒命吧 王爷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望明顶替燕燕的时候 你又死了今日 郁九渊 我以为你是无辜的 你别忘了 你可是亲手杀死了她全家 来家全给我抓出来 把这个女人扔进军营当军妓 全部流放埋荒 是 郁九渊 你狗狗蛋 我诅咒你 我都好死 有时从爱 我 王爷 你有消息吗 我们的人追着她进了王宫 就没有了消息 我们要去苏叶生死古朱雕 苏叶写苏叶出头 别全国同气 韩阳 你召集所有安慰 王爷不可 你有伤在善 而且 这消息来了不明 来了不明 这是目的出来的消息 分下令我王 替她和叶恩争取时间 本王撑去她 分出一系军队 随本王去南京追兵 另一支军队 去追叶恩 是 还要掉一根狼房 我拿他们试问 是 那 公敌呢 你究竟割上 是 阿里 我这是怎么了 陛下 在你身上下了毒 估计是要用此毒 来逼我们带叶儿回去 这是什么时候 估计 她已经准备好久了 不过 燕燕你放心 你身上的毒 我会想办法的 阿里 叶儿呢 燕燕 你先别着急 我已经交代雪影 把她带至一处寺庙藏身 暂时安全 谢谢你阿里 谢什么呀 不过 也怪我 把你带进皇宫 才知道狗皇帝的目的 一样也是为了 燕燕身上的不死骨 不死骨 是给燕燕保命用的 怎能轻易给出 若是强心去骨 燕燕也会没命 我不能再失去燕燕了 啊 抓住他 你跑 啊 啊 那些闹子这么快就追上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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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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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别跑别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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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求人的人居然跟到这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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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快走 阿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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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是你 阿黎 阿黎你怎么样 莲莲 现在这里很危险 你跟我走 要走你自己走 我不会丢下阿黎不管的 王爷 那些人已经清理干净了 属尽我与阿黎二人 孤立无援 我有接触 御久渊的力量才能脱险 御久渊 我可以跟你走 真的吗 但是必须带上阿黎 要不然就把我们留在这吧 好 我带你们走 阿黎 阿黎 你怎么样 我看看你的伤 没事 等等 这个伤 至于脱衣服吗 寒鸭 你平时都随身携带止痛药 对不对 有 没有 没有 王爷若是不想帮忙 那我们走 别 是有还是没有 给他 那我先出去拿点东西 宝鸭 宝鸭 阿姨 还疼吗 一点小声 什么 没事的 趁了你的药 我已经不疼了 你 王爷若是不想待在这 可以出去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我都担心死 我更担心你体内的毒 什么毒 你中毒了 你的那位好父皇 为了留住叶儿 在奄奄的体内 下了波斯毒药 整个中原 无药可解 不过奄奄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 我们 你先别管我了 你自己都自顾不暇了 谁就不是 欲久渊 你出去 欲久游 8 9 9 10 80 10 1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冷冷好冷 好冷啊 怎么会冷呢 发烧了 爷爷 这样不行 爷爷 王爷你去检视柴火来 什么 我 王爷若是不想去那边我自己去 你在这帮我看着阿里 别说了 我去 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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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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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不也活过了十八岁 现在也还好好的吗 这样只是相当于吊出那口气 今年你的身体啊会越来越虚弱了 没事了 弟子啊心中有数 爹 你们 又背着我说什么巧巧话啊 没什么 我就跟师父聊天而已 真的啊 嗯 还说呢你又去哪了回来那么晚 我 就随便走走 你呀就知道玩 这古书要书也不看 你要有梨儿的一半那就好喽 哎呀爹爹 爷爷在想什么呢 我没有 丫头长大了 有心事了 才才不是 啊 啊 就 你有没有过心动的感觉 嗯 没有 燕燕 你怎么突然这么问 你可是有心动之 应该是 是谁 我才不告诉你 不然你又跟我爹告诉我 那他 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高大威猛 俊美不说 武功高强而且 还很温柔 这样子啊 你身边竟然有这样一个人 我却不知道 你每天就知道读那些书 当然不可能知道 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回去看书了 不然爹今天晚上又发我 你们在干什么 救人而已 柴火给我 紫燕 你为什么和一个陌生的男人抱在一起 杀上他了是吗 玉九原意 简直不可理喻 我和阿黎 清清白白 王爷若是不想待在这 可以走 走 走啊 阿黎 阿黎 你呀 你呀 阿黎 你醒了 好点了吗 还冷吗 不冷了 谢谢你 不能那就好 别酒烟呢 走了 里面人给我出来 父父随我回敬 来人给我拿下 阿黎 没事吧 你刚刚 那是什么功法 你不是不会武功吗 什么时候学会的 这个叫身藏不漏 总得留一手吧 没想到阿黎 还有这样的本事 公子 公子 你没事吧 苏叶可还安全 公子放心 一切安全 燕燕 一会儿 他们的追兵 一定还会追上来 你先走 我与血影断后 可是 阿黎你真的行吗 我刚才的本事 你也看见了 放心 你往东总室里 有一个东村 你先去那里等我 我摆住他们 就来找你 好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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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引爆了体内的尽重 啊 喂公子 公子 啊 也不知道阿黎他们引开了没有 啊 这毒 啊 啊 我我怎么看不见了 阿灵 阿灵是你吗 阿灵 小心小心 你是谁 阿灵 阿灵呢 阿灵 阿灵 姑娘 我有企图 我是兽母离之图来帮你的 阿灵 阿灵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他 阿灵 阿灵她没事 只是 临时走不开身 过不来 并委托我过来照顾你的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我阿灵就行了 阿灵 这是你的真名吗 是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平时靠打猎为生 这是他们给我起的 你怎么认识阿灵 我从未听说她身边有这样一号砲 我并不认识她 我并不认识她 只是 姑娘突然在道路上引导 阿灵 她临时过不来 所以 就 便托付我过来帮你的 那 多谢救命之恩 姑娘 你是 看不见吗 是 应该是 应该是近日 奔波劳力所持 毒素伤到了眼睛 调理几日便好 那要紧吗 需要什么药材我去给你买 这不是普通药材变得抑制 我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但我不能久了 那 你现在身处中烧 一个人出去很危险 你不是说要得理及时吗 不如在我这里 休养之后再走 你不懂 有人在追杀我 我不想连累你 我这个地方在山上 你本人找不过来 我好人做到底 就在我这里休养几日再走吧 她说的是 现在 我就是出去 什么都看不见 也活不了多久 那 便多谢这位小兵 对了 不错 我叫 吴晴 那个姓白的呢 月里为了引开追兵 保护苏燕 现在下落不明 王爷 您要在这待到什么时候 我也不清楚 或许 等他复明 能认出我 我就要走了 对了 你赶紧去查一查 他体内中的什么毒 可否有减弱 是 啊 爷爷 你怎么了爷 月球月 你别过来 你准备 啊 我不想再看见你 爷爷 对不起 啊 一天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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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哇 我 我 顾 故人 故人 主角来说是仇人 这边看看 好 这是 你先在这里等着 我出去看看 站住 这个人见过没有 没有 仔细看看 什么没有 滚蛋 皇爷 现在怎么办 一个狗皇帝估计 已经知道我在这里了 他如此放话 就是想要苏鸢把我引出来 这样 我先带着奄奄离开 你断话 是 怎么样 那边怎么回事 外面来了很多士兵 我有军人 可能是 追上来了 那我得赶紧离开枕 否则会连累你的 我陪你 不用 我现在已经能看清楚些了 我碍使他 你这样 要磨变到什么时候才能走啊 你听我的 我会护你出去 要不你还是帮我放松 我自己能放 不应 你怎么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受伤了 我 不是 玉九渊 你帮我放下 我不想见你认情 玉九渊 你根本不是什么阿富 你就是玉九渊对不对 别追了 跑不了多远 走 走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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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一九渊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好了 好烫 应该是伤口感染 你在这等我 我去给你找菜了 啊 赤 一九月 就当是你这次救我 之后我 也不想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里面的人给我出来 滚出来 原来是三王爷 想必 陛下想要的那位女子 此刻就在你的手里吧 三王爷 您就是要抗执 就是要抗执 就抗执 不愧是三王爷 陛下说了 您不会自己考虑 也要考虑考虑那个女人吧 她身上所重的波索 如果再不及时解开 便只剩三日的寿命了 还是说 我爱您已经有了解药 所以才敢这般公然的抗执 三王 如今陛下已经不那么在乎不自古了 他特意叮嘱我 如果这一次遇到了三王 一定要优先将您带回公司 我可以跟你们回去 但是必须也会 救出解药 陛下说了 只要王爷您愿意合遇 他就给他解药 这是其中的一天 解药一共有三副 这一副王爷您拿去 能够为他延续七日度的生命 至于剩下两副解药 就靠王爷您配不配合 把刀都放下 王爷 还有 三王爷 走吧 爸 来 我狠狠的打 啊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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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手段 就在擋住您的活動的地理 是 可以給我 自然會給軍女性 但是 朕輕鬆的皇子 卻用一批對付朕的引力 沒想 坐鎮的皇尾 做這個武器 無法採用夜子去 我不會 是你的嗎 給我閉嘴 雄王敗寇 管你這當年開對 怨不得朕 好吧 等你就交出來了 啊 當初我也是這麼對你爹的 你也愣是一句都沒叫 但要看看他的兒子 是不是和他一個得性 行話 哈哈哈哈 看來你和他一樣啊 啊 啊 如他就這樣 騙穴不慌的歡心 他 總一臉 看著就發現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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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 還能人多久 給我狠狠的打 啊 啊 也是 能要正對他選擇 bus 對 服務好 對 素姑娘身子好些了嗎 李公公 苏姑娘不要慌张 陛下让我来宣你 随我来 我真和你那个废物爹一样 来人 把他给我抓起来 你们想干什么 这是成为散 你别扔在 站在去从外面打死 你现在简直是一模一样 我没有发现 已经完了 已经完了 你也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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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玉 死在你手中的无辜声量还少吗 想想 想想 想想玉不悦 如何 你以为你很聪明 你以为 当初朕赐婚你给你苏燕 是朕特意安插到你身边的 啊 当初苏家 是对朕忠心耿耿 可这桩婚事 却是让苏家小姐 偷着喊着 请了苏太医合去 那苏太医 实在是没有办法 还以独坦来求朕 死婚于他 一切都是如此的凤条 朕正瞅着没有棋子 便随时推招 云了他 赐了这桩婚事 你看谁来了 爷爷 别过来 参见陛下 您找我何事 苏燕 过来 爷爷别过去 快回去 爷爷 爷爷 陪朕进去坐坐 朕有事 下来 西流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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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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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 我要对 你要干什么 爷爷 哈哈 陛下 这么晚 赵国强来所为何事 陛下 三王爷他 没有什么 只不过是给他换了一碗春药的 李姬啊 他现在 这都是你 别显得很难 你还是别出去了 唉 你放心 这就是想对你做点什么 现在这股身子 也是有心无力啊 更何况 真的李儿 真的喜欢你 更何动你 李儿 木李 哎 李儿 什么都好 就是太容易被儿女痴情所困 否则 这等位 就下了道夫 传给他 阿里他 他没有告诉过你什么 朕当年 南下南江 与一位巫族的女子 有过露水情缘 那位巫族女子 神 善良 不像宫里的这些女人呢 若不是大臣们 极力死罪 外族女子 不得理工 朕 早就想把她 解负公子了 阿里 便是朕 与他死上 他不入宫 对他来说 也不是什么坏事 阿里 便是我与他所生 还别说 阿里的眉眼 与他娘 还真有几分相似 也是姻缘巧合 阿里的娘死了之后 阿里 便被苏家收养 苏家 还将她 送回了朕的身边 所以 无论怎么说 这苏家对朕 都有一份恩情在 所以 你的爹娘之死 朕 也是痛心疾首啊 是那个聂处 他赴了你 朕也愧对 苏太医的 在天之灵啊 朕与玉九渊的恩怨 对着的 你还是不要多问了 朕今夜 会去书房 你便在这里 歇息也好 不可 这是陛下龙床 美女欺干 朕让你住 你就住下 朕与玉九渊 你怎么样 走 滚 不知了的话你会死的 出来干什么 滚 你别动 我不用你滚 我让你别动 啊 啊 啊 月九渊你干什么 我请勾勾你 离我远一点 你你干什么 啊 月九渊你冷静一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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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月九渊我要给你处理春被伞 你别乱来 年夜 我看见你 我就 年夜 你把我绑起来 把我绑起来 去九渊 你去九渊 你干什么 把我绑上 别动 年夜 你是在担心我 没有 我只是不像你和皇帝那么狠心 以他人的痛苦为乐 皇帝 我跟他不一样 年夜 苏太医的事我 松手 别妨碍我施针 还有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事 为什么 因为说了也不能改变结局的事情 就不必再说 为什么 为什么我没有发现 火讯医生 就不用再提 我到底怎么做那才能原谅我 你说 你还真是跟你爹一样距离 我说了 我不想我 就不想我 你 这个人 就算你竟然把我冲击在这 无可无告 你 说不定你 我 我 来个半天 听到了 苏家那位姑娘 现在因为你 生日 朕劝你再好好醒醒 大伯 你醒醒好 过来搜身 为什么 你咋叫 你过来看 我帮你拿药 所以得搜身 看看你有没有带手药品 搜吧 过去 你还看我吗 我 你 我 我 你 我当年的出景 让滋味如何 你 起点月亮 自己总算是我 玉玖玥 真是个妇妇 皇帝早就料到我 所以让玉祖思误的是 想回来商量 不过也早 便把金川丹 磨成了碎 放进了口汁 他一直留在我一生 还好一句话 我实际 只是 我想亲一人亲 什么人 你都口 所在 是无才 无才所得的一切 都是他们也受欺负耶稣 许我 说 说 这 你 你才 一直窜盖甚至 心情 去啊 冷冷七王爷的霜 七王爷 莫堪折磨 居然 你路前 七王爷将死 走 你不走 这时 那般会运行 三文言 是你一致 你们快走吧 爷爷 爷爷 糟了 前几日陛下只给了半包解药 老公 你先把他弄好 看来今日 一刻都不能再等了 一时怎么出来的 你们想弑君吗 你们难道想逃犯 把这人救出来 走我要你的命 不可能 你把这人救了 去爷爷父上 你救人 真怕紧要不给了你 你放了这 什么 你是什么东西 這次終於是 這是天子 這才是皇帝 把你們都拉出去砍頭 都砍頭 你這不會夠啊 是 萬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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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願皇上萬歲萬歲 恭喜陛下我的皇后 我對這兒也不夠重要 你這不是 既然之間 早日的午後 快點 千歲 午後 為什麼 月九元 雖然我們之間有所誤會 可你殺我父母 是不真的事實 就算我能理解你之前所做的 可殺青之仇不共戴天 我們之間已經沒有可能了 我們已經了清了 你放我走吧 不行 朕好不容易走到今天這個位置 又好不容易脫離萬難 又怎捨得讓你走 陛下 明你別無所求 只求陛下能放我自由 死身不負相接 元元 你為何就不能原諒朕 我就不信你對朕一點感覺都沒有 有又如何沒有又如何 我早就說 我們之間 絕無可能 你清醒一點吧 不 朕現在是皇帝 這個天下和你都是真說了算 老爺 蓮蓮 我已寫好了兩晨幾日 我要給你辦一場空氣的大婚禮 不要讓世人知道 你就是朕的皇后 月九月 你 寒陽 你給我看好她 不准她踏出房間半步 月九月 月九月 你到底要幹什麼 蓮蓮最近狀態如何 吃喝倒是正常了不少 但依舊悶悶不樂 欲以寡歡 唉 皇后今天終於多吃力一點 真是仇人呢 你說這皇后怎麼整天仇眉苦臉 苦大仇深呢 不知道啊 聽說皇上還是王爺的時候 她就是王妃了 不應該呀 我也不明白 我只知道皇后進宮以來 到現在一次都沒有效果 每天拉著張臉 感覺甚無可憐 還在這裡嚼舌根 還有沒有規矩 罷了 下回莫要再犯就是 這次是陛下開恩 還不謝陛下 謝謝陛下 謝謝陛下 走走走 或許 我得再多補兵 她這個樣子 我也有責任 陛下 當初是受奸人所蒙蔽 才會變成這樣 好了 時間長了 或許一切都會慢慢變好 公子要見你 跟我走 爺爺 有刺客 啥 好想 跟我動作 是 他就在裏面 進去吧 不 我 阿琳 阿琳 這是怎麼回事 怎麼會這樣 雲雲 雲雲 我猜 阿琳 我是爺爺 我來了 自從上次一變 公子就變成了這樣 沒事吧 怎麼會 他不是說他深藏不露嗎 他不是說他沒事嗎 那是公子騙你 公子為了救你 引爆了體內的禁咒 禁咒 什麼禁咒 他裡從未跟我提起過 你心裡只有御酒院 何才有過我家公子 公子乃巫族女子 與先皇所生 當年巫族並不願接受 被誠證 視公子為不行 巫族大祭司 便在公子的體內 下了禁咒 此咒會隨他的身體成長 待他到十八歲之時 就會要他的命 後來我們公子被蘇家收留 從小習得精湛醫術 公子憑藉高超的醫術 硬生身將自己的命 挺過了十八年 延續至今 不然你以為我們公子的身體 為何如此虛弱 不過是因為吊著半條命罷了 萬一哪天他抑制不住體內的禁咒 就會喪得悶 那日幻滅隱身之后 你只剩一口氣 公子不惜耗費大量數月 又鬼門真救了你一命 從那以後 公子就只剩一年的壽命 後來你們被哭 公子又為了保護 沐溪一方體內的禁咒 從此滿頭百分 身體迅速說明 公子好不容易用最後一絲意志 搶留了半條命 就此失業之 變得失失傻傻 不懂人緣 只記得你的名字 阿玲 你為什麼這麼傻 我真的很討厭你 但公子真的很想再見到你 不然我也不會冒死進攻 帶你來 阿玲 你看看我 我是爺爺 我來了 爺爺 阿玲 阿玲 阿玲我對不起 我 我 公理你笑不出來 在外面見別的男人就笑出來了是嗎 黑熊月 你發了什麼瘋 你是馬上就要當皇后的人 在外面見別的男人 這傳出去成何體統 還是說當年在王府時 你早就跟牧里有了瓦埋 我根本就沒有瓦埋 你閉嘴 我從來沒有說我要嫁給你 更不要打什麼皇后 對 陛下說的對 我早就和牧里有私情 一見到他 我便覺得川的花開無比開心 可是看到陛下 我就覺得寒冬僵持 絕望 好 很好 很呀 把皇后給我帶過來 牧里 來人 把這些人 全部關入地牢 天后發露 是 啊 你喜歡他是嗎 震驚我就讓你看看 他是如何受罪的 李九月 你要是敢動他 我也不活了 你威脅著 那我就讓你看看我是敢 還是我 九月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不要傷害阿黎 陛下 求求你 不要傷害阿黎 公元 你如果敢傷害自己一分 我便疙瘩一塊肉 行清楚 我做我什麼都做我都挺挺的 我可以嫁給你 我嫁 你這就對了 這位子 你只能是真的 放心吧 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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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请 朋友 你坐一下 给我看好他别让他出什么事 是 哎呀 新娘子这身衣服 实在是太好看了 咱们新娘子人长得美 自然穿什么都好看 是是是 我都不会说话了 哎呀 哎呀 就是不爱笑啊 你呀 要是笑起来更美 皇后娘娘 陛下对您真好 听说当年也是您跟陛下求的这桩婚呢 看来是早与我们陛下有过姻缘啊 我已经答应要再次嫁给你 我没有当年结婚解释 让我 至少 放了悬影 可以 至于墓里 等大婚结束后 要 letz呢 你当身后 看我 是 陛下不好了 他死了 死了 本来在进地方之前 身体就非常虚拟 啣嗓 心 记责 心 き Ω 皇帝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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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黄帝 哥皇帝 你害死公子 你不得好死 你说什么 哈绿他 他怎么了 公子他死了 他死了 徐久月 你答应过我的为何失言 这没有中他 是他身体太过虚弱 徐久月 你到底要比我到什么程度才能罢休 爷爷 我没有 木犁的死真的跟我没有关系 可你刺了大义军 你这个昏君 你根本不配当皇帝 徐久月 你放了他 不得放陛下 这是刺客 徐久月 你不要再杀人了 你已经死了 你放了他 我继续跟你澄清 我求求你 好吗 放了他 都别让他 放开他 都让开 公子的死 跟你脱不了干系 我要带你去公子面前 先生向他请罪 都是我的错 是我对不起阿丽 还有没有杀到你 爹 无形 他拿着朕的面 要挟朕的皇后 朕要是不杀他 还有核威星 我恨你 我恨你 来人 把皇后带回去休息 带走 音音 音音 你 皇后呢 皇后人呢 哎 奇怪了 皇后娘娘刚才还在呀 废物 哎 哎 皇上 皇上 爷爷 一九月 若能再来一次 我一定不会选择救 更加不会爱上 爱上你是我一切痛苦的根源 我每次深的希望 都是你亲手掐灭的 也许我爱你就是一个错误 也是老天给我的成 爹 娘 阿丁 爷爷下来陪你们了 爷爷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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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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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你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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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爷爷 苏玥 一下 爷爷 你不要做啥事 先下来 好好说 嫁给我就这么难受吧 于九云 你害死我全家 虽然当时你是受奸人蒙骗 但是我爹你 还有苏家上下还有阿里 他们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 我希望你好好活着 来世的路人 不想看见你 生生世世 我都不想再见到你 依依 要跳了要跳了 呃呃呃呃呃呃 啊啊啊跳了 跳得来了 一下 一下 陛下 你不能再喝了 滚 陛下 你真的不能再喝了 你懂什么 两字 我失去了也有两字 一次是集团 一次是大婚 我失去了也有两字 爷爷 爷爷 你回来找我了 是啊 九云 我回来了 你不会离开我了 对不对 我不离开你 你不是说过 等你脱离危险 就会回家娶我 护我一世周全的吗 是 是 是 我说到 我说到做到 我绝不负你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你等我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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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走 等我来娶你 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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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你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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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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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咱家去看看 啊 烧 你看看 上朝时间将近 陛下还没起吗 陛下不说话 这谁也不敢答应 陛下 该起了 下 不知道啊 哎 呐 呐 陛下 别进来 陛下 你已经好几天没有上朝了 快随我回去 别打扰我跟燕燕 我就在这里等他 陛下 我昨晚 弄到了燕燕 让我等他回去取他 清醒一点吧 清醒 好 我要是清醒了 我就再也见不到燕燕了 没有燕燕的天下 我要来有什么意思 是我辜负 父皇对我的信任 我当不了这一国之军 我也不想到 我只想在这里 好好守着燕燕 在这里等他 回来找我 来我走 这种已经离开 你就给李公公便室 只愿 便早些离开 我对不起我 我对不起你 你自由了 你自由了 陛下 不可 陛下 不